我做抢镜之赤帛上阵 来到沙滩换上泳装 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可到了毛芳源这儿却成了个难题 眼见着拍摄到了最后一天 其他三个好兄弟都迫不及待地 开始大秀身材掠夺镜头了 唯独毛毛依然 毛马 他们正在做游泳前的准备了 你怎么还穿得那么严严实实的 公元2007年7月27日 毛芳源同学今天一定要赤膊一下 因为我在也耐不住诱惑 耐不住寂寞 作为兄弟的最小的我来说 我觉得我也该脱了 我最抢镜之眼神无敌 如果说海滩拍摄比的是活力 那么对室内特写拍摄而言 最重要的无疑就是眼神了 待会儿一个特写拍到眼神 太完蛋了 没料到拍摄前的一句戏眼竟然成了针 没料到拍摄前的一句戏眼竟然成了针 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以后不太多了 这有眼神我帮你一步 我都能想起来 太感动了 去掉了特写毒药眼神 乌蒂文又拿出了独家武器眼药水 我最抢镜之角色变幻 如果说耍宝的本事有所欠缺 那就要在深度上下功夫了 陈泽宇便是如此 对 这就没脸了 只看到脚 这是我们的副导演 就是陈泽宇 大家都知道这个导演 现场导演 导演比较那个一点 凯哥跟他发生了什么 我们要想一下这样 很快在场的人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近一点会跳得比较高一点这样子 对 但是拍不到脸 陈泽宇这导演的架势摆得挺足 只是利用直拳打压同伴的目的太过明显 这一点可得好好改改 还没够 并游乐在线赛班独家报道 我们下班的人说 我们下班的人说 稍微有点点事 但是我们下班的人说